看我怎么把你抓下来 哎呦 好可惜 让它给跑掉了 小凯 你看 那边有好多蜻蜓哦 对耶 哈哈 那我们来抓蜻蜓好了 好啊 好啊 蜻蜓 别跑 对呀 你不要跑 哎 开 哈哈哈哈 他们飞得好快 我们根本抓不到 我去拜托我妈妈帮我抓一只 那我也要去拜托我妈妈帮我抓一只 妈妈 妈妈 你可以帮我抓一只蜻蜓吗 小凯 最聪明了 自己想想办法抓一只 但是蜻蜓飞得太快了 我抓不到 妈妈 你去帮我抓吗 哦 这样啊 坤儿子 你拿着那根网子去抓 就可以抓到了啊 哈哈哈哈 好啊 小文 走 我们再去抓蜻蜓 这两个孩子便拿着网子 对准空中飞舞的蜻蜓使劲地扑下 蜻蜓就这样被扑到地上 一下子就抓到了好几只蜻蜓 太好了 又抓到了 我们再多抓点 好啊 好啊 晚霞中的红蜻蜓 让你慢慢飞 让我抓到你 孩子的歌声是优美的 可这美丽动听的歌声中唱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一位学佛的刘女士听到歌声后 看到两个孩子正在捕捉蜻蜓 当下大吃一惊 江凯 你看 我们抓了好多蜻蜓了 我们拿去给妈妈看看 嗯 天啊 他们的父母怎么能纵容他们这样残害生命呢 妈妈妈妈 你看 我们抓到了好多蜻蜓耶 嗯 等会大家 妈妈再教你如何把这些蜻蜓做成标本 做成标本 太棒了 两位妈妈 你们为人父母 怎么能让孩子这样肆意地伤害生命呢 我只是教孩子做标本而已 况且学校也会教孩子制作昆虫标本啊 哎 怎么能这样呢 孩子捕捉蜻蜓 蝴蝶 制作动物标本 只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增长残忍的习性 长大后对待生命缺乏神 也很难对其他人有同理之心 是的 我跟你们说个真实故事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那天下了一场大雪 我借住在一间寺院 寺院有位年仅十岁的沙尼师傅 刘居士 师傅叫我给您送饭菜过来 真是谢谢师傅 这么大的风雪还麻烦您给我送饭菜过来 不客气的 是啊 今天的雪太大了 都快春天了 还下这么大的雪 对了 春天马上就到了 小师傅还在家时 春天都玩些什么呢 你玩过蜻蜓没有 没有 我以前特别喜欢抓蜻蜓来玩 我家靠近池塘 那里有好多蜻蜓 我就和朋友们拿着网子去抓蜻蜓 有时候蜻蜓飞累了 会停在野草的细枝上 我们便从它们身后慢慢地伸过手去 然后一抓 就能把蜻蜓给抓住了 那你把这些蜻蜓抓到后都怎么处理呢 通常是拿回家去喂鸡 少数活着的就放在屋内纱窗上 它们也不会逃走 一天以后 这些蜻蜓就会死掉 我就把它们做成标本 阿尼陀佛 这可是杀生啊 是啊 杀生总会遭受恶果的 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 我父亲带着我看了许多名医 都不见好转 医生 我儿子的病情怎么样啊 唉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哦 后来 我父亲带着我来到了这里 拜见了我师父 你的儿子杀生太多 所以才会遭此恶报 啊 怎么可能 他小小年纪怎么会杀生太多呢 他 他虽然年纪还小 可是 却杀了许多蜻蜓蝴蝶 杀害生命 必以生命来偿还 老法师 就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的儿子 现在 只有让你儿子 归一三宝 多做善事 放生 护生 也只有这样 才能来弥补过去 所犯下的杀业 我愿意让儿子 归一三宝 追随佛陀 就这样 我在这里出家 并跟着师父 学习佛法 看来 世间真有因果报应啊 嗯 是的 所以 做父母的 千万不能纵容自己的孩子 去做那些残杀生灵的事情 孩子 把这些蜻蜓放了吧 以后 不要再抓他们了 伤害生命的行为 是不对的 嗯 好吧 在现今很多学校的动物标本室里 都有许多蝴蝶 飞蛾 蜻蜓 以及鸟内的标本 这些本来是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生命 却残忍地 死在冰冷的橱柜里 工人观赏 甚至还有一些老师 还会带着学生制作动物标本 并把这些标本 拿到市场上去卖 老师和家长应该教导孩子 爱护动物 保护动物 而不是让他们肆意杀害生命 嗯 您说的有道理 谢谢您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台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穿偏远的地区 那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书野味 是充满爱与包容的 火火的酱滴贵 好吃哦 跟大家分享 火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辱尾 小火 滴贴 搅拌 混合 洋葱 面固 黄炒 把水放入 把水放入 煮ء 则zę 油 蜑融 油 蒸 油 煮 油 煮 煮 水 水 水 各位師兄 師姐 大家阿彌陀佛 今天的野味食材是 猴頭菇 我也用猴頭菇做了 今天的這一道感恩的菜 它是客家鹹豬粿 在我出入客家的家門時候 我很訝異這一套粿 鹹的跟甜的可以這麼的融合 這麼多年來 我只要看到鹹豬粿 不管在什麼地方 我就只會想到我婆婆 鹹跟甜可以這麼的融合 就像長輩對晚輩的包容一樣 這樣子的契合 這樣子的一道菜 在我心裡這麼多年 我很感念它 母親姐快到了 媽媽謝謝你 客家鹹豬粿 真的好吃 歡迎大家一定來試試看喔 來 客家鹹豬粿粿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 就是用筷子把它切 這個是婆婆教我的 我學了很久 雖然學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成功了 好吃 歡迎大家 晚安 請看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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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喜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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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